青红辣椒炒猪蹄真的鲜美得不得了 辣辣的特别开胃下饭 这个口味的吃一锅都不会腻 但凡是我每次做了它就一定是光盘的 今天把最简单又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猪蹄冷水下锅加入葱姜白酒 大锅煮开之后撇去浮沫 捞出再洗干净 倒进压力锅里面放葱姜干辣椒去腥蒸香 生抽放一点上色入味 胡椒粉来一点 一小颗的冰糖提鲜卤料包放一个 没有就用香叶八角桂皮代替 我家常吃的是这款你们看一下 然后再放一罐的啤酒 补多一点的清水 整体没过猪蹄 压力锅上汽后 小火压15分钟就差不多了 软烂又不脱骨就是最好的口感 猪蹄捞出之后一定要留一碗这个圆汤哦 一火用得到 配料就是姜蒜青红辣椒 锅里面菜籽又爆香之后 调成小火炒香姜蒜跟小米辣 青椒留到最后出锅前再放 炒香姜蒜之后倒入猪蹄 继续翻炒均匀 接着放入调味料 盐适量 生抽 蚝油 胡椒粉来一点 再放一点鸡精蒸鲜 调回中火或者是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上色入味 两分钟后下入圆汤 辣椒粉其实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 可放可不放 就着这个高汤焖煮三分钟会更加入味 边搅动边收汁 最后出锅之前放入大量的青椒 把青椒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猪蹄这种大菜这个做法相对来说真的非常简单了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哦